2200元 3200元 定價竟然折扣後是2200元 價差快1000塊 來這裡買價差超大的 我直接被當盤子敲 6800元 我買10300元 在台灣怎麼活得下去 這時候我等一下先給我包起來 開箱給大家看 哈囉大家好 我是Evian Jones 前陣子我們不是有幫大家開箱 比較了一下在日本的一些跑鞋 跟台灣價錢 已經這麼久了 那時候要找到很便宜的跑鞋 可能只能到Outlet去找一些稍微過季的產品 但我們去找當季的 可能以匯差來說沒有真的差到很大 但我最近瘋狂做功課 終於找到一家 我必須講 它是當季的產品之外 它的價錢 應該也是我現在找到日本最優惠 甚至有些跟台灣價差都是一千塊以上 台幣喔一千塊以上 我們現在人在後面這邊是東京巨蛋 那邊就是後樂園 這一次呢 從水稻橋站出發 往前只要兩分鐘 竟然就可以到這間店 你看我身後這邊 也就是State Sports 我們帶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剛昨天已經有來看過了 這間店的很多產品 真的很誇張的價格 而且他們有一些產品呢 是只有這邊獨賣的 你去像Nike的專賣店 還不一定買得到那些鞋款 我們帶大家來開箱一下 這間店到底有多厲害 但我們等一下低調一點 畢竟上次這樣拍有點被關切 我們稍微先低調一些 我們現在進來到店裡面了 這邊是State Sports Tokyo的本店 那這間店我剛剛已經環繞一周了 帶大家看一下 它最厲害的是它的跑鞋面 分區非常非常的明確 不管你跑在可能四個半小時以外 或全馬是四小時以內 甚至你是SUB3的跑者 他們的跑鞋分區做得超級齊全 而且我覺得這間店很厲害的地方 為什麼要稱為跑步專賣 是它的配件跟它的跑鞋 全部都是有挑過的 不是我們平常去體育用品店那種 好像就是有最新的啊 或是中階款 它這邊的選用的帽子 然後甚至後面的這些服飾 我剛剛逛了一圈 真的都是跑者才會用到的 因為我剛剛看了一下它的外套啊 其實我們平常跑步會用的封衣 跟一般休閒穿的封衣 是不太一樣的 但這邊賣的封衣 真的是跑步需求 他們的這種選用都是跑步很適合 因為跑步封衣如果太厚 或是有內裡其實很麻煩 你看那個就是這種超薄的 真的是有選過耶 這件No Space好好看喔 全擺的 什麼都沒有 16500打83折 可以耶 這邊的果膠 其他人參布品 手錶這種 我必須講折扣也是非常厲害 大家來這邊自己發掘 這一區是四個半小時左右全馬到完賽 或者是你的半馬兩個小時兩個半 其實它的定位我覺得蠻精準的耶 因為如果你是半馬跑兩到兩個半小時 像Nimbus 其實它就是一個蠻適合的選擇 我們來查查看這幾雙跑鞋跟台灣架 這雙台灣人蠻愛的 Nova Blast 我們在台灣買到最便宜的應該是3,000 就是電商平台 然後它在這裡定價竟然折扣後是2,200 價差快1,000塊 所以如果想要買Nova Blast 來這裡買 價差超大的 當然現在已經上最新的5了 我剛剛有問一下店員他們說 12月大家看到影片的現在 應該是已經上架了 但如果這邊可以價差到1,000 最新的跑鞋至少也有500以上吧 好扯喔 來看第二雙 Nimbus這雙1080 3,400 所以其實跟台灣這雙價差也 大概500塊 還好我在紐約買的時候沒買 紐約買的時候賣台幣算下來4,500 我直接被當盼子敲 在這邊買這雙3,500 欸 Magic Speed最近在台灣很夯很多人買 因為它上來在評價不錯 在台灣賣3,500左右 這邊的定價是1,2,900 當然它已經是折扣後 這種白牌就是不能參與再打折 2,600 價差900塊 台灣怎麼活得下去 這雙2,000給我包起來 開箱給大家看 當時我搶到快瘋掉 找了很多店才買到藍圖系列 這邊的定價是3,9655 我那時候在台灣買是10,300 是原價 然後最近才開始看到一些代購 可能打折到7,000多塊 這邊算下來 很扯欸 我有沒有看錯 打完8,3折這邊是6,800 6,800 我買10,300 你當時搶了新竄就對了 我是盤子嗎 你這邊幫我上我是盤子 最一開始上的那個原本 我是1萬3,000塊加價買回來的 1萬3,000塊最可以買兩雙 而且你可以去那邊買整套裝備 幹我是白癡喔 晚一點就可以想折扣了 愛迪達Pro3 等一下這價錢也很誇張欸 21,800 乘於0.83 我要確認一下這是真的價錢嗎 這個黑牌是可以打折的對不對 我記得啦 電商最便宜或者是一些代購 大概4,500 或團購大概4,500到5,000 21,800算起來是3,784 3,784是中階跑鞋的價錢 你就可以買到最頂級的 愛迪達Adios Pro3 而且這套跑鞋是跑過很多世界紀錄的跑鞋 太扯了啦 這影片出來我真的是直接被封殺 在這邊看了這麼多跑鞋的價格 在台灣我都是用原價買 我是什麼很賤的人嗎 這邊看到釘鞋真的會讓我回想起以前 國高中跑中距離的這種刻表的時候欸 但現在釘鞋也進步得太厲害了吧 這個跟我們前陣子在穿的Rebellion Pro很像欸 但它下面的釘子是不可以換的 之前我自己在還是選手的時候就有遇到 有些釘子啊 通常中長跑的鞋子比較容易遇到 就是它釘子是固定式的 它是不能換的 但短跑的比較常是可以更換 我剛聽店員跟我介紹 這雙跑鞋是只有他們家獨賣的 連日本的 Nike 店可能都買不到 這雙是他們最頂級的長跑頂鞋 這雙S4 Plus 是台灣沒有賣的跑鞋 我剛有問了一下 這雙鞋的定位跟台灣比較常推的 Magic Speed 差在哪 他們是說這雙跑鞋 定位大概會是比Magic Speed 高 但比Meta Speed 低 所以如果最頂級是Meta Speed Sky Paris 就是我們之前穿去黃金海岸的時候 是最頂級 這雙大概是中間 再往下就是Magic Speed 我算了一下 這邊的價錢是3437元 以這個價錢就可以買到他們家的S4 Plus 很佛耶 但台灣沒有賣 Stepsport Tokyo 這個價錢可能是最佛的 3400塊就可以入手就收 看Stepsport在那邊 這邊就是東京巨蛋 然後往下這邊跑 其實你就可以跑到黃巨 如果你黃巨覺得5K一圈不夠 你可以跑大圈的10K 該有的東京景點都有跑到 這邊我覺得真的很值得推薦 大家如果來到水稻橋站 就是東京巨蛋旁邊 它其實從A6出口我們剛剛走過來 應該不到兩分鐘吧 超近的 然後重點是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完全沒有Sale 遇到一個台灣人 他近來光是還沒有聽到 我們這次跟他們合作的折扣架 就已經說這邊價錢打到骨折了 他們這邊也有賣Sesguy 這些衣服我在今年去柏林馬的時候有看到 這個褲子我必須要推 Sesguy這個短褲真的很讚 因為它這個口袋啊 我最近跑步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在戴腰帶的 所以這個口袋 右邊兩邊左邊兩邊都有這個口袋 反正這種長條形的 它大概可以放到四條到五條 所以如果你比賽一場 我兩邊口袋就是三條三條 一場比賽完全就足夠了 但你後面這邊還有一個口袋 像我錄影的時候不是會有個 麥克風啊 然後還有電池 我就裝在後面 這褲子真的蠻讚的 但有一個缺點要先講 它裡面是沒有內力的 所以我自己在穿這件褲子的時候 是會穿運動型的內褲 因為好久了 你知道這個縫線 我是有磨破皮的經驗 那個就是那個egg的那個位置 優勢是它有很多口袋 但缺點我覺得要穿內褲 沒有內力是一個小小可惜的地方 但我覺得這件我真的蠻推 如果你是想要參加半馬全馬賽斯的話 不想帶腰帶 這褲子真的很讚 它很多收納空間 這藍色之間好看嗎 這件是他們自己的品牌TA 就是Step Sport 然後1987 我覺得他們LOGO蠻好看的 這件還可以嗎 2900日幣 我剛剛在換衣服的時候 發現它這邊有個小細節 這邊是 目前100公尺的世界紀錄 9秒58 10秒49 他們這間店真的有 很多田徑的元素 或是跑步的元素 在這間店裡面 隔壁那間 我剛剛有看到 因為我剛剛換褲子在那邊換 你看隔壁那間 它的時間是 男子的世界紀錄跟女子的世界紀錄 但女生現在已經更新了 變2小時10分內 然後你看這裡 Wall Marathon 我現在已經完成了有 倫敦 柏林 紐約 再完成 TOKYO 還有Boston 跟Chicago 跟你講 明年想辦法趕快把它跑完 六大麻 今年跑三場了 而且東京麻 會經過這附近 欸沒錯 大家跑完東京麻 應該說跑之前 跑之後 你缺裝備 先停下來買一下 明年 東京是3月嘛 還可以用 折扣碼還可以用 跟你講這支影片出去之後 我很擔心 我被台灣的時候 品牌封殺 這影片真的太便宜了 好誇張喔 欸而且你看那邊 就是東京巨蛋 到時候東京馬拉松也會跑 到經過這個路段 如果你剛好缺裝備的話 來這邊補超級方便 而且這邊往右轉 就是我們剛經過那個水道橋站 走路2分鐘就到了 超級方便 就在三田線 東京馬拉松 必須要來逛一下 記得喔 Statsport Tokyo 他們11點才開店 然後每天是營業到晚上8點 真的非常推薦 我跟你講前面我們派的那幾間 東京的這個運動品店 這間完全完勝欸 這個價錢也好 裝備也好 必須要來逛 前面幾間 可以後面一點再去 或是不一定要去了 我剛已經追蹤完成了 你只要在結帳的時候 出事你有追蹤他們的IG畫面 就可以拿到這個免費的鞋帶 這個是只有特別給我們觀眾才有喔 他們的IG其實蠻有趣的 很多鞋子開箱之外 重點是他有中文友善阿 他是有上中文字幕的 台灣的跑者不用擔心看不懂 來日本之前 先把他們的IG全部看一遍 你就知道你要買什麼跑鞋 真的很推薦大家 如果來東京的話 這一次的這個Statsport Tokyo 店 我真的覺得你必須要列入一個 你必來逛的跑者專賣店 最重要是我們這次跟他們合作 如果你只要出示這部影片的觀看紀錄 這個截圖 就可以享有原本的10%免費之外 多7%的折扣 總共就是8.3折的優惠 我覺得超級扯 這個價錢 必須一定要來東京逛 如果來這邊 買五雙鞋 機票已經回本了 好啦我是你的家 那之外如果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也必須一定要來水到喬戰 潮設這間店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